第2013集 几思青 叶洛尔 玄机月三女 都是吐出了鲜血 受到了巨大冲击 身躯狼狈飞射而出 几思青头顶飘出一缕白烟 女武神的虚影彻底消散 人也掉落在地 彻底耗尽了力气 叶洛尔身上金光闪耀 再也不能维持天龙的模样 回到了人形 也狼狈地倒在地上 玄机月的身躯 更是如一颗炮弹般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隐生生地砸出一个深坑 这一下碰撞 三人都受了重伤 恐怖的碰撞气浪 也波及到了另一边的战圈 那两个明电护法 身躯剧烈摇晃起来 如风中乱液摇摆不定 而至尊龙皇身形微额如山 只是略微地晃动了一下 他的肉身体魄简直是恐怖 受到这么可怕的气浪冲击 也没有被撼动 好机会 至尊龙皇眼眸一凝 双拳狠狠砸出 不好 两个明电护法大惊失色 仓促之间也来不及抵挡 至尊龙皇一拳一个 打得两人身躯当场撕裂 化为一道血雾 主子 击杀了两个明电护法 至尊龙皇并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是一脸担忧 妄想受伤倒地的叶洛尔 慌忙过去救援 别管我 快杀了他 叶洛尔指着玄机月大喊一声 此番决战 他和几次卿都受了严重的伤势 但玄机月同样被重伤了 现在他正是虚弱 是斩杀他的大好时机 至尊龙皇眼睛一亮 低头一看 看着地面上的玄机月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杀机 是 竹子 至尊龙皇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紧握拳头 凌空暴露而下 一拳狠狠朝着玄机月杂去 你敢 玄机月见状冷喝一声 狂傲的女皇帝妃狠狠地弥漫而出 犹如一面铁地挡住了至尊龙皇 至尊龙皇心神顿时摇晃 这女皇帝妃威压非常巨大 如泰山大月 竟让她喘不过气来 别害怕 直接杀了她 叶洛尔冷冷道 是 至尊龙皇目光陡然一宁 身上散发出狂暴的龙威 强行顶着玄机月的威压 狠狠一拳爆砸而出 哼 这次你死定了 几次清微笑起来 眼前的姨母她非常熟悉 上一次她和玄机月大战 两人也是重伤 她叫曲学勇出手 解决玄机月的性命 但可惜 曲学勇被女皇帝为震慑 竟是不敢动手 那曲学勇堂堂取家的家主 在神国之中也有着不俗的地位 但即便是她 面对玄机月的帝威碾压 都不敢出手 可想而知 这帝威有多么的强烈 多么的霸道 但这一次 玄机月要面对的 可不是曲学勇 而是至尊龙皇 别人害怕女皇帝威 但至尊龙皇堂堂无上龙族 却是凛然不惧 顶着压力 至尊龙皇无匹的一拳 就要砸爆玄机月的脑袋 但陡然玄机月娇躯一闪 如九天凤凰斜斜飞到了天上 躲开了至尊龙皇的一拳 什么 看到这一幕 叶洛尔和几思卿都震惊了 至尊龙皇也是大惊 按理说 玄机月身上腹伤应该动弹不得 但现在居然躲过了 甚至她身上的气息 还在疯狂地恢复 伤势也疯狂痊愈着 整个人散发出夺目的神光 哼 一头上骨愚孽 凭你也想杀我 玄机月冷哼一声 先手挥出 一道天威掌势 如天遣雷伐般笼罩而下 砰的一声 一掌将至尊龙皇击退 至尊龙皇当场吐血 目光满是震撼 玄机月满脸冷笑 身后的轮回星石正爆发着璀璨的盲气 阵阵凶魂的星石能量 不断治疗着她的伤势 恢复她的气息 如果单纯是一款轮回星石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用 但问题是 玄机月体内有轮回星宴 和这颗轮回星石完美契合 在轮回星石气息的侵染下 她的轮回星宴 也是疯狂散发出温润的能量 不断滋养她的筋骨 幸好我寄了轮回星石出来 否则我今天必死 玄机月暗暗庆幸 星宴和星石两者相得益彰 她有轮回星石在手 简直是如虎添翼 就算伤势再严重 只要还剩下一口气 她都能迅速恢复 完了 耶路尔看到这一幕顿时惊悚了 而几思青也紧紧咬着嘴唇 想不到那轮回星石 居然会给玄机月 带来这么大的增益 今日之战 是我赢呢 玄机月悬浮在天空 如日月辉煌 高傲的声音带着滔天的喜悦 许晨烟 跪下磕头 向我认错 我或许能饶你一命 玄机月眼眸直视着几思青 居高临下满是战胜者的姿态 闲剑人 要杀便杀 我纪思青何惧 纪思青眼神灵力 却是没有丝毫屈服 心里暗暗咬牙道 月辰 快跑啊 他自己的生死并不放在心上 只担心夜辰的安危 现在夜辰已经度过雷劫 突飞猛进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迟早能杀到上界去 他今天就算真的被玄机月杀死 夜辰也会替他报仇 哼 死到临头还最硬 玄机月目光冷漠 一剑朝着几思青杀去 他原本还想折磨一番 好发泄内心的愤恨 但背后杜劫之人 给他巨大的危险气息 让他非常不安 现在他只想尽快地斩杀几思青 还有夜洛尔与至尊龙皇 再去解决背后的危机 灵力的一剑炸起凤凰天明 直指几思青的眉心 而几思青身躯太虚弱了 压根不能抵挡 夜洛尔见状 美眸顿时一缩 他很清楚 玄机月杀掉几思青后 也会顺手杀了他 难道今天 我和思青姐姐都要死在这里吗 夜洛尔满心慌乱 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上古的谜团 绅士的谜团 他都还没有解开 他可不想死 而至尊龙皇也被玄机月打伤 连战力都不能 但他却缓缓地朝着夜洛尔爬去 想要护主 住手 眼看几思青就要被杀死 但突然一道惊天立鹤乍响 只见一道青年身影 闪电般地呼啸而至 滚滚剑光一挥 争的一声 竟是击退了玄机月的剑 夜晨 夜大哥 看着这道青年身影 几思青和叶洛尔都惊喜地呼叫起来 来者正是夜晨 没事吧 夜晨大手一挥 倒倒灵力挥洒而出 灌入两女的郊区 替她们稳住伤势 刚刚他听到战斗的碰撞声 就迅速赶了过来 正好从玄机月的手中救下了几思青 夜晨 你 你突破了 几思青感受着夜晨的气息满脸欣喜 此刻的夜晨身上带着无比雄厚的混沌气息 明显已经踏入了混沌境 实力变强了许多 夜晨轻轻点头 虽然她的修为只是混沌境 但实际上的战斗力 却是丝毫不弱于天神镜四层天的玄机月 一步突破 她的实力简直是突飞猛进 逆天般的飙升 比以前不知道强悍了多少 你 你是 玄机月的脚步连连后退 望着夜晨的相貌身躯 脑袋里惊雷炸裂 太熟悉了 甚至夜晨的外貌 仿佛把她拉到了上股 轮回之主 你是轮回之主 怎么可能 玄机月大叫 郊区剧烈地颤抖着 夜晨的容貌气息和轮回之主一模一样 玄机月只看了一眼 就认出她是轮回之主的传承者 不会有错 她完全没有想到 原来背后杜劫之人居然就是夜晨 难怪 难怪 难怪曲臣炎这贱人 又这么拼命保护你 我早该猜到 背后的杜劫者 就是你 玄机月的目光不断地闪烁着 心里的危机感觉 越来越浓烈 前一世 她斩杀了夜晨 两人之间有着滔天的因果 毫无疑问 这一世 夜晨肯定要杀到上街去 复仇血恨 所以当夜晨堵截 即将要突破 她才会感受到这么浓烈的危险 一旦被夜晨突破成了气候 她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而现在夜晨突破成功 区区混沌境 就拥有了撼动天神的实力 她这道绘土分身 顿时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你就是上街的女皇 夜晨目光一缩 凝视着玄机月的脸庞 她自然知道 眼前这女人是玄机月的一道 绘土分身 看着玄机月的脸 夜晨心里翻腾起 非常复杂的恨意 被背叛的愤怒 被斩杀的不甘 前世的种种情绪 在她的脑海里剧烈交织着 前一世 玄机月是她的未婚妻 虽然不知道为何会如此 但现在夜晨心里拥有的 只是滔天的愤怒 如果她再来晚点 恐怕几次卿已经遭到 玄机月的毒手 前一世的恩怨 今天该你偿还了 夜晨目光怒火燃烧 紧握煞剑 带着灭天气息的恐怖剑芒 狠狠朝着玄机月斩去 她很清楚 想让玄机月真正偿还罪孽 她必须杀到上界去 今天她只是想要讨一点利息 如果能灭杀这道惠土分身 也算狠狠地打了玄机月一巴掌 好灵力的剑气 玄机月看着夜晨 挥洒而来的剑气 美眸顿时一震 夜晨的修为 明明只有混沌镜一层天而已 但她这一剑 却带着滔天的毁灭气息 似乎要诛灭天地 即便是她也要忌惮万分 优优独天地